癌症连续31年蝉联锅 任十大死因榜首 而且罹患癌症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尽管有些癌症可以及早治疗 但是呢 这医师指出 病患必须要彻底改变生活习惯 才能够真正的运离癌症 沈小姐今年才30岁 但她4年前就已经是大肠癌 末期的患者 因为其实我原本是 二期多嘛 那时候就是经过开导化疗 可是其实生活没有太大改变 对 而且就觉得这样自己年轻 对啊 真的就一点都不去注意 然后结果哇 马上半年不到的时间就复发 变莫期 两次的开刀让她痛顶死痛 决定要好好改变自己 一切就从饮食习惯开始 其实我通常都会吃一些像天然蔬果 然后还有像 我觉得小麦配下萃取物 它非常好 就是能够补充自己的营养 慎选食材加上运动 四年来沈小姐恢复了健康 而医生也说正确的补充营养 才是让病患有体力接受后续治疗 恢复健康的重要关键 从临床上和细胞学上 所得到的共同现象就是说 除了化学治疗 可能达到部分杀死癌细胞的效果 但是到最后癌细胞可能会躲 造成抗要性 因此最重要呢 补充足够的营养素 或者是说需要的某些营养 那有可能会达到那个化疗效果会更好 作物的生活习惯 一直被列为是罹患癌症的原因之一 如果经过开刀以及化疗放疗之后 依旧没有改变 复发的几率大大提高 如果能够改变生活习惯 摄取正确营养 将会有更多的病患 像沈小姐一样重拾健康 记者王志仁郭碧淳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